体称菲律宾要给黄岩岛来改名字 并且要去除掉岛上跟中国有关的标准 菲律宾政府一再宣称 将不顾中国反对 单方面把黄岩岛争端提交给国际法庭 中国对黄岩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农历的4月17 欢迎来到今天的24小时 新的一周好 24小时今天节目的开篇 我们要来继续关注的是黄岩岛的局势 话说这时间也就快一个月了 从4月10号菲律宾的军舰开始骚扰中国渔船 开始这一轮的黄岩岛事件以来 尽管中方刚才也听到了 一再的严正声明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中国对此拥有无可辩驳的主权 但是我们看到菲律宾的小动作仍然不断 采取了三招 第一是叫 第二是闹 第三是改名 我们知道4月10号以来 首先是他们说要把这样一个问题 放到国际海洋法的法院去提交 随后一看不行 就邀请美国介入 第三现在又开始了最新的闹剧 那就是我要给黄岩岛改名了 没错 另外今天据外媒的报道说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更是提出了与中方在黄岩岛争议上要主权和商业分开 处理问题 那他的意思就是菲律宾接受和中国企业的合作 一起来勘探这个南海石油以及天然气等资源 但是前提是必须尊重菲律宾的主权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菲律宾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菲律宾的主权归中国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那说来说去 他说要将这个分开处理主权和商业 不过又是一个新华样而已 是绞尽脑汁 在中国的南院里啊 这个是反复的高声 叫喊 出花样 除了总统呢 菲律宾的外交部也下出了这样一个命令 他是说清除岛上与菲律宾无关的这样一个标识和建筑物 同时呢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的指挥官 也专门发出声音说 目前在菲律宾的海岸的这样一个巡警 警船呢 要等台风季节到来的时候呢 才会撤退 但是他又补离局 一旦台风走了 他的船还会回来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报道 菲律宾星报网站6号报道 由于台风可能袭击黄岩岛附近海域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舰船很可能在天气恶劣时离开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司令埃德蒙陈说 如果台风来的话 我们将离开这个区域 因为强风可能会把我们吹到越南 到时候我们别无选择 但台风过去之后 我们还会回来 菲律宾政府一再宣称 将不顾中国反对 单方面把黄岩岛争端提交给国际法庭 但菲律宾经济学家在主流媒体上明确指出 历史证明 黄岩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 假如菲律宾执意提交国际仲裁 最终得不偿失 另外菲律宾商界也对黄岩岛事件给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带来的破坏感到忧虑 菲律宾香蕉种植与出口商协会主席安蒂格日前称 近日有一批菲律宾产香蕉出口中国时未能通过中方的检验检疫 非香蕉产业可能会因为黄岩岛事件而丢掉有价值的中国市场 安蒂格称 每年非对外出口的7500万箱香蕉中超过一半运往中国 如果失去中国市场 菲律宾香蕉产业将经受重创 菲律宾媒体莱普勒报道说 中国是菲律宾第三大贸易伙伴 在当前情况下 菲律宾唯一现实的选择是耐心和中国对话 和平合作要比冲突更为有益